蔡委員亦以執行 審查時間為30分鐘 我們是不是請院長 以及法務部長 羅部長 好 請張院長 幾樓部長 蔡委員長 院長早 委員長 部長 好早 那我想要詢問的是 基本上 每一次的選舉 選辦法已經規定很清楚說 會選 基本上是不符合我們現在 在民主國家選選以能的 選選以能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精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每一次的選舉就是會出現很多會選的案件 尤其是在這一次總統跟立委的選舉中 我們看到了說 地外的選區 嘉義縣 甚至有網友 製作了一個會選的一個實價登錄的一個地圖 我想說這以民主的國家來說 這是一件很諷刺的一件事 所以我不知道說 我們院長跟我們部長 我們部長尤其他是過去人權的一個律師 所以他對於這個會選 我認為說 以律師的一個專業來說 對於會選這個是很無法接受的 那在辦會選的過程中 每一次可以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 每一次都查查會選都只抓到了樁腳 這條下它就是統一的一套說詞 這套說詞是什麼 因為我欠後選人人錢 所以我自套要幫他買票 我想請問院長跟部長 部長先回答好了 你接受這種說法嗎 報告委員 我們確實對於會選是深呼痛絕 所以我們一直努力在宣導 在一直在削減改正這個風氣 那近年來確實也有成效 由今年的這個總統 副總統選舉跟立委選舉 我們這些會選案件比過去大量介紹 但是你剛剛指教的那個問題 其實檢察官也有一點難處 就是說 我們起訴之後 還要看法院的判決 接不接受檢察官的看法 報告部長 現在我認為說 不要把責任推 馬上就馬上推到了法院這一端 我認為說 檢察官在每一次辦會選的時候 辦會選的時候 永遠都是只辦到樁腳 就沒辦法把案情往上發展 我現在在舉 同樣 同樣我在講 在20 在就是第七屆的立委選舉的時候 第七屆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97年這一次 97年這一次 總共幾個 九個案子 九個都是個案 他的時間 都是在12月28號 跟1月9號 那地點完全是錯開的 金額 一千 都差不多一千 有一千五的 這樣一個九個案子 在選舉的過程中 密集的一個發生 那你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 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 就構成組織性嗎 為什麼檢察官在判決的時候 在起訴他 是否起訴一個當下 永遠只辦樁腳 沒有辦法再辦候選人 報告委員 檢察官只能就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 我相信那些會會選的候選人 他們也會繳盡腦子去鑽漏洞 他們會想辦法去用白手套的各種方式 所以部長你認為說 只要候選人他有辦法把自己的防火牆架構好 檢察官就沒辦法突破了嗎 不是沒有辦法 檢察官一直很努力 我們也希望突破 我們也希望情資能夠給我們更多更明確的一些 報告部長 我一直很納悶 像這樣這麼多一個個案 每一個都說我是欠候選人人情 那所謂這個人情到底是什麼 檢察官有問清楚嗎 那第二點就是說 如果他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說法 檢察官是不是有要求 所謂欠人情 然後案情無法發展 這一件事情來進行所謂的策謊 所以我要確認說 策謊到底是不是檢察官 可以對刑事被告行使的偵查手段之一 報告委員 檢察官是可以斟酌狀況 決定要不要策謊 但是就每一個具體個案 他檢察官是怎麼考量 法務部是不可以介入的 所以我們只是一再宣導 我們在這個選前的分區 那法務部可以定出一套辦法出來 說針對這樣會選的一個狀況 他一旦已經構成了組織性 一旦他認定說這個不是 所謂一個買票的一個個案 它是一個組織性的東西 法務部有辦法針對這樣的狀況 再來加強他的偵辦的力道嗎 如果檢察官他在偵查上有困難 他提出在檢察長會議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協助想辦法 但是目前 我很遺憾的是我看到的每一個案子 都是用個案來處理 每一個案子都是個案 就是因為每一個案子都是個案 所以永遠沒有辦法辦到候選人 造成現在所有選舉的一個狀況 台灣的選舉都一直被買票所污染 副長你相信現在台灣的選舉還有現金買票嗎 你相信有嗎 我想可能有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還有報告委員 其實也很多選舉無效的訴訟 當選無效訴訟也都成立了 所以就很多嘛 所以就很多嘛 那我認為當選無效是一塊 當選無效它是在末端在處理的 在防匯 以及怎麼查辦匯選這部分 我認為法務部還是可以繼續加強 因為檢察官他一定有辦法查到候選人 只是他不願意查 還是說他擔心政治介入選舉 所以我認為法務部應該在就查辦匯選 應該還是要有一套具體的措施 至少要能夠更進一步的遏止買票的一個狀況 我們在很努力 報告委員你也知道 我們像今年全球環島的單車這個宣導反匯選的活動 其實辦得非常非常認真 而且各界的反應也很熱烈 所以我想有民眾的檢舉 有官民的配合 我相信這些事情你會不會越做越好 報告部長 報告部長 跟院長我跟你報告一下 在我這一次的選舉 海區買票狀況非常嚴重 你們看新聞應該都知道 已經收押了十個人 而且買票的狀況並沒有因此停下來 越嚴重他們越買了 所以這是一個屬性 我們遇到的這種狀況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當然我認為說 在這一次在嘉義縣 警察跟調查局的 他們有查會一個決心 但是我擔心的就是說 未來這些在檢察官還是把它做個案處理 還是進入了法院後 每個案件都變緩刑掉了 現在選罷法的規定 會選的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對嗎 是這樣的嗎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那最後被判決有罪 三年以上是不得緩刑的 但是後來這些都緩刑掉了 為什麼會這樣 法院的判決我沒有去具體了解 也無從評論 但是報告委員 剛剛您提到說 生壓十個人 可見檢察官也是非常努力在查辦 不是只有警察跟調查員 所以檢察官他竟然會用這麼大的力道 去辦這些案子 我相信他也是有決心 要把這個案件辦好 我當然相信是有決心啊 但是法務部沒有一套具體的做法 已經生壓了十個人 生壓了十個人 這樣還會是個案嗎 這個具體的狀況我們就不能介入 這是法律規定的 好那 沒關係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這樣已經出現了這麼多的一個狀況 我認為說如果還要用個案來論定這樣會選 這樣台灣的 台灣的選舉風氣永遠不會改變 所以我希望法務部 要針對所謂這種組織性大規模的一個現金會選 要擬出一套辦法 怎麼樣 迫使這些樁腳把案情往上發展 這不能有辦法處理嗎 我們每一次都會檢討 每一次選舉完畢之後 大家會對過去辦的案件 它是沒有遏止效果啊 每一次還是照買 我覺得有很顯著的改善 這一次的改善有很多是因為選情一面倒 我認為說選情一面倒 如果你回到去年九合一的狀況 會選還是咪咪咪咪 我們的宣導跟過去的辦案應該也很有影響力 宣導當然是有影響啦 但我認為會選效果比較沒有 是因為來自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的公民意識的一個覺醒 所以他們會去跟家裡的人說 我認為說很部分來自這樣 這當然也有法務部的宣導是有成效的 但是我認為在辦候選人的時候 法務部就少了一份決心 我們沒有少決心 事實上我們在每個分區座談會 我們都會有去參加 而且一再提醒大家 不但不要手軟 而且要對提供情資的 該給獎勵的要給獎勵 該宣導說獎金怎麼去領取的 也要好好的宣導 所以各方面的努力 我覺得我們都很有決心 好 謝謝部長 謝謝部長 可以 那我們再請 經濟部長 鄧部長 那我想要針對 就是說 現在 不當擔產的一個處理條例 政黨不當擔產的處理條例 已經復委了 那我想要問 問院長 現在行政院對於所謂國民黨 當年的不當擔產 有怎樣的一個方向嗎 還是都要等到立法院刪讀通過 再來做一個判斷 目前這個工權力所及的幾乎都已經處理了 先前 先前其實就已經透過協調的方式 請這個國民黨放棄 然後回還給政府 或是好幾個案子是用訴訟的方式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現在在民雄 在民雄 交通部還有一塊 交通部還有一塊 就是鼎寮小段369號 這一塊地 那 當時候在訴訟的時候 交通部是敗訴的 這一塊地是敗訴 但是跟它相同狀況的 有在彰化分圓 花蓮 花蓮的板橋 這部分交通部勝訴 但是同樣的狀況 有勝訴有敗訴 所以對於民雄 這個 這個所謂中廣的 當時候這個 這個發射站 那這部分交通部 會有新的做法嗎 這個個案 可能要請交通部說明一下 或是 會回去了解一下 剛剛委員所提的 有關於交通部跟中廣之間 現在就是我們全力的在按照法律 那麼該訴訟的訴訟 該追討的追討 那麼該執行的執行 我簡單的講法就是這樣子 現在已經一直也跟中廣之間在做接觸 那麼該還的是 甚至就是原來該 不當得利的部分 我們該追的 我們再追 這訴訟我都知道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說 因為 如果不但展產處理條例 已經在討論了 我希望行政機關要有更 更進一步的一個作為 不是一切都等到立法院 通過法 法律後才會有作為 按照現行的法律 該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好 那就看部長的表現 那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因為 國民黨的膽產 他在民國 他在民國八十年的時候 是有說 他的黨營事業 這些資產加起來 有九千億 高達九千億 這個都報紙自己看出來的 結果到後來 後來馬英九跟朱立倫 他們重新做一個膽產的清查 都說只剩下兩百三十二億 朱立倫在 馬英九還沒有清查的時候 他是說應該還有一千億 這邊也說還有一千億 目前的說法都是兩百三十二億 我要問 我們鄧部長 對於國民黨 他們強調他們黨產勝 兩百三十二億 這個說法你接受嗎 對不起那個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我想 我大概沒有辦法在這邊 評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你沒有資料 那之所以沒有資料 就是因為 不作為嘛 沒有去查嘛 黨產是不能查的嗎 我們再看下一個資料 至少就國民黨 百分之百持股 百分之百控制 至少有裕台企業 中華日報股份有限公司 奇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法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可以看出說 他的董監其次 如果是世襲的話 國民黨持有的就是世襲 所以他是幾乎 這些列舉的幾乎都是 國民黨百分之百持股的公司 部長這不會沒問題吧 公司的那個所有權屬於誰 我們也不 經濟部啊 也不干預這些事 我們 我們會登記下來 就是 你所有人你自己說 說了以後把它登記下來 其他的不是我們該管理的 所以經濟部對於黨產就是 像你講的就是消極嘛 不是消極啦 因為這個叫做黨產 這個不是一般公司的一個財產 院長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不能同意我想經濟部沒有消極 因為經濟部在法律權限之內 對於登記的公司不能去動手動腳的 不可以 我沒有要你動手動腳 登記的話 我們只能夠登記 我再秀下一份資料齁 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我列舉的這些國民黨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控制持股的公司 他的成員名單 他的成員名單 其中包括了 包括了 來上一頁 徐立德他出現了 黃張榮 黃張榮出現了 來上一頁 你看 施凡全施明豪 郭土木 黃士廷 葉玉祥 這些出現了九次 那其他都 都有列舉 我們都把它全部列舉出來 那後來發現了就是說 基本上 所謂膽產 他後來 由國民黨派去這些公司 當任董監事 當任董監事的人 是高度的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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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部分 經濟部過去也是沒有任何干涉 是這樣的嗎 我們不能夠干涉 那個報告委員 像這樣子 每一個人民 他來登記 他有合法的文件 證明他是董事或董事長 我們就把它登記上去 我們不能夠干預他 說你這個對不對 這樣就變成 所以我認為說 部長還是回到了一個傳統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膽產 國民黨的一個膽產 那這些政黨 為什麼會擁有財產 這本身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既然現在 不但常常處理條例 已經在立法院 已經在委員會要開始進行審查 那是不是經濟部 你現在要有一定的作為 針對有可能未來這些會脫產的 要開始著手調查 這部分部長你有辦法嗎 這個報委員 這個要經過法律程序 我想您很清楚 他假如說我們 假如說法院有什麼樣的決定 那要我們變更登記 我們當然要去按照法院的決定 去做事 但是要我們主動的去封人家的財產 我沒有叫你封 我沒有叫你封 但是要開始著手調查 這件事有辦法 我想那個委員應該這樣講 應該是說 黨產條例如果在立法院這邊通過了 那政府有責任要去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照做 但是國民黨現在在脫產中 請部長不要忽視這件事情 他現在已經激起在脫產 所有的財產 包括我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一家 這個豐原 豐原建設 他就開始賣了 那你知道這一些在賣 他所有的公開公告 都是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領標 所以你要把它當作 他是個人 就是一般的普通的企業嗎 我認為行政院跟經濟部 在國民黨在處分黨產的這段期間 應該要有作為 我們要依法行事 現在我們沒有法律受選去干預這些事情 我給我們院長來看一份資料 這是一份陳情書 那這個陳情書 是我阿祖 我阿祖 說什麼 這名字很久以前 38年的時候他什麼 他說 我阿祖以前在佈地 那時候佈地是在台南 是在台南 我阿祖在佈地有一個嚴堂 在日本時代 坐這堆嚴堂 去讓日本人直接強制徵收 日本人強制徵收 我阿祖很不服 他只說日本人 金收一條錢 他不給他金收 結果呢 結果在民國34年 如果說祖國光復 希望祖國光復 他可以在他這堆 拿回來 結果就要被中研公司 日產被中研公司 中華民國研業公司 就是後來又一直轉變變成現在的台研 被中研公司接管 就半仙錢都賣給他 院長 針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認為在過去 黨國不分 國民黨接收日本人財產 的情況之下 有這樣土地紛爭的人 是不是還存在很多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嘛 這是當年民國38年的時候 我們阿祖下來的一張陳情書 有可能 後來因為 台研 他說幾次水災 所以他那些文件都不見了 所有資料都不見了 所以也無從 無從 無從調查 不過這就是一個律書 這個律史是告訴我們 國民黨 接收日產 這些東西都後來做別人 那我要 那進一步的衍生就是說 經濟部 如果認定 在當年 有違法 當年有強佔人民的一個財產 如果這樣的一個認定的話 對於現在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是不是可以開始進行著手調查 還是那句話 還是那句話 要有法源 但是如果說 一些有紛爭的土地 能夠把當年的這些 法律文件找出來的話 當然是可以 可以進行一些程序 可是 我不是說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 我也知道已經沒辦法查了 我也不知道他對 我看這份陳情書而已 他這裡也沒什麼貸貨 所以這個東西是無從差的 不然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過去日本人 給我們台灣人的財產 給錢收起 這是一個行政處分 沒錯吧 日本人做的行政處分 阿爸 結果阿爸的官員照 剛來的是土匪 剛換土匪來的剛直接吃麵 都沒跟你說 這就是過去國民黨的作為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些的黨產 我們還要用一般的民法 一般的公司法 來看待嗎 他現在是民營啊 對 他過去是國營事業 他後面都有民營化 這個過程我都知道 那我也沒有要討論 討論這一塊鹽田了 這無從考察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 國民黨的財產 為什麼會有黨產 為什麼有黨產 包括中國的土地也好 中英的土地也好 這些投資需要也好 為什麼它會有這些東西 來源是什麼 如果不能交代來源的 是不是就應該要推定 都是竊贊 竊贊中華民國的 這個可能要靠 現在立法院這邊的黨產條例去處理 所以就是黨產條例處理 對 我們這邊還是那句話 公權力只能做到一個地步 好 那這個問題到這裡 那部長 兩位部長可以 那院長 我想要再請問 這個 你前陣子有說 總統的一個職務交接條例 會有涉及違憲 會有涉及違憲 我想要問 我不是說涉及違憲 我說不能違憲 不能違憲 那我想要問院長 會違反憲法哪一條 我沒有說違反憲法哪一條 因為這個條例還沒有出來 也還沒有定案 所以我是 以一個提醒的角度來說 如果要有這麼一個交接條例的話 不能違憲 所以你是一個用提醒的角度 並沒有特別舉哪一條 違反哪一條 我要跟院長提醒 現在憲法賦予總統的一個權力 有包括宣戰 有包括過河 有包括龍典 那也有包括 他的權力在憲法規定 基本上他是有 有他的條文的一個依據的 所以 相關的一個行政的一個作為 還是都在行政院 包括說 人事的一個任命權 是不是在行政院 是啊 所以在這個過渡期間 其實我們的人事 在某一個層級以上 人事調動 已經都全部凍結了 這個只是 法友明據在要求的 之前 李俊宇委員有開說 最近的人事調動 在十字等以上的檢任官員 比例還是比去年還要高 這份我希望院長 可以再注意 我想這個 我想人事總數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限制是哪一個範圍 是在這個檢任官 十字等以上 檢任官 對 十字等以上 十字等以上 在這個期間應該都沒有調動 對 沒有 這份我希望再確認 因為交接條例 交接條例它基本上是 對於立法權 對行政權的監督力道加強 這部分不會有違憲的問題 因為所有行政 蔡委員 現在目前有些法制 都可以運作 在行政院這一塊 所以認為在這段期間 這段期間是可以好好的去 限制所謂看守 看守內閣 1月16號以後 有關的人事調動 完全都凍結 而且這個部分是 權序部跟我們這個人事總數 確實有很好的溝通 而且根據相關的法律 第26條第一項裡面所規定的 該限制的就應該限制 好 那沒關係 那這部分我還是提醒院長 在總統交接條例 基本上不應該把它論定 就叫做違憲 除非說交接條例已經具體的 有具體的去講到 有憲法所賦予總統的權利 就是我剛剛講的宣戰共和龍典 如果不是這幾項 包括大設特色 這是總統的權利 其它是屬於行政院的權利 所以交接條例 如果沒有涉及到總統的部分 就不能輕易的去說它是違憲的 這份我要再次的提醒院長 那最後 我是不是想要 我想要請那個農委會 農委會 農委會 陳主委 主委好 陳主委好 陳主委好 我要問的就是說 基本上農會跟漁會 它是一個人民團體 但是它同時它帶有部分的公權利 所以我們用農會法 漁會法 來對這個農會 農漁會的理事長 總幹事做了所謂一個資格的規定 這部分是沒問題的 尤其農漁會它又兼任到了 它有包括行銷 它有供銷部 它有信任部 所以它又帶有這一個 帶有類似信用合作社這樣的一個性質 所以基本上 農漁會的一個總幹事的一個領聘 它是站在一個公司CEO 一個善良管理人 至少是一個善良管理人的一個角色 這部分也沒有問題吧 那有理事會的領聘 有理事會的領聘 但是總幹事有它的一個 一個資格的一個限制 就是委員現在提出來這個 資格條件的限制 那漁會法26條有規定說 總幹事應該要有下列的一個資格 總幹事有下列的資格 它包括要有大學 獨立學院以上之學校畢業 高考及格 那以及一個經歷的一個限制 承認漁業或漁業有關機關 學校、金融機構、漁民團體 相當委任職務兩年以上 這部分的規定是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這是希望說跟漁業 或者漁業有關的這些資歷 跟漁業有關的資歷 對 那我想要問 這個農委會 農委會在 農委會在104年12月10號 陳辦人叫做陳先生 這張公文我很不滿意 為什麼陳辦人名字不寫出來 就寫陳先生 我也知道他是誰 12月10號做了一個公文 他認為警察機關 只要警察機關 有做到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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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港 那些抓走私的 查氣走私的警察 就有農業行政資格 這部分 主委你同意嗎 我想他寫的應該沒有那麼簡易 因為過去警察 他寫的沒有這麼簡易 警察機關辦理出入境漁船 漁民所需證件之檢查 因漁政機關辦理漁會資格認定 漁民福利措施申請 漁船資歷認定 漁業資源維護港口查驗 簽證等事項 需警察機關提供 所以他 基於漁會法之相關規定 得認為其經歷有漁業相關工作 跟委員報告 這是漁業署 因為早期警察機關在漁港 做這種安全檢查 就像現在海巡署 在漁港到去年 也都有做安全檢查 或者出入的時候做傳言的 所以主委你認為海巡署 海巡署也有漁會總幹事 漁會總幹事的資格 不是我們現在尊重 因為海巡署現在已經沒有做了 現在已經要交回來給農委會做 那對早期有這種 這種資歷的漁業署 他認為說是符合漁業 主委 所以你還是認定 他一直跟著漁業行政 這樣就有漁業行政 這樣就對了 所以你要把它放得這麼寬嗎 那如果放寬的話 未來這個標準會變很亂喔 我希望再跟主委再次提醒喔 這是早期 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工作了 我們 我們 好 謝謝 蔡委員的執行 謝謝張院長 謝謝 那么